早前有記者替我做了一個訪問 訪問完之後他這樣跟我說 他說, 子誠, 原來你這個人真的很友善 真是想不到他覺得我真人這麼不友善 可能我做得奸國多 所以連他覺得鄭子誠也不妨是一個好人 雖然他這樣說我, 但是一點都不介意 我還這樣回應他 我說因為你對我友善 所以我就對你友善了 因為這件事 令我想起一位朋友跟我說的一個故事 話說某一天, 有一對住在離島的夫婦 又一次因為天氣的緣故 而搭不到船回家 一如既往, 他們就去到碼頭附近的酒店 打算租房住一晚 這位丈夫在酒店的前台和酒店的職員說 你將我們的普通客房升級成為豪華客房 我們經常來光顧你, 沒理由不行吧 酒店職員聽完之後有點遺難 因為那天酒店全部爆炸了 前台有一對外籍的遊客夫婦 來到酒店打算扮你入住手續 那酒店職員當然就立起去幫他們 面對著這對外籍遊客夫婦 酒店職員笑容可谷地解答他們的問題 以及回應他們的要求 就在這個時候 原本已經很生氣的丈夫就更生氣 她說有沒有搞錯 擺明是種族歧視 有什麼理由對香港人和外國人 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才行 在這個時候 一直沒有開聲的太太終於開口了 她叫丈夫看一看前台後面的鏡子 她說你看看自己, 口黑臉黑的樣子 相反, 這對外籍夫婦一直保持笑容 瞞著是你, 你會不笑著回應他們嗎 丈夫聽完之後, 看一看鏡子裡的自己 然後就低頭 然後就落在前面那條普通客房的門市 靜靜地離開了前台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就像照鏡一樣是相向的 人家對你的態度不是基於你什麼身分 而是基於你怎樣待人接物 你惡形惡相 你怎麼可以期望 人家暴以一個發展內心的微笑呢 所以當下一次 你批評其他人對你不禮貌 對你不好的時候 請首先照照鏡, 拜託一下問自己 鏡子裡的自己是怎樣對人 要人怎樣待你, 才要怎樣待人 我找個對人 你在哪一段時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